好啦,我們今天就開箱最貴的價位 這邊最頂的價位就是八九八 烤龍蝦要三天前預訂 我們今天點美國Joyce的在骨牛小排跟法式養排 我們的12盎司的牛小排已經上桌了 他會問你要五分手還是七分手啦 就看各位的選擇 旁邊附的玫瑰鹽 還有烤節瓜跟 這個是什麼蛋黃醬 不是,那是玉醬 好,我太久沒來了 旁邊是馬鈴薯泥啦 這個是我剛剛點的羊排 我覺得還可以啦 這邊菜單品相不多 但你就把它當成點主餐 Buffet是附贈的 這個是薰菇濃湯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紹口感 哈囉,我們今天到哪? 時隔一年我們再度來到新莊佐伊餐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最近換菜單 聽說只要千元有少的價位 就可以吃到一份的排餐 咪咪Buffet 裡面的菜色是怎麼樣 來,各位看一下 新莊人士都不用上班嗎? 今天是平日的中午禮拜一 激進特買的狀態 已經做滿 大概八成 因為現在是用餐時間 我今天來的比較晚 有一些菜色不是那麼完整 大家就不要太建議啦 這邊看到是 整盤區有兩款的肉盤 涼拌金木瓜 經典的鹽焗雞 凱撒沙拉醬 它旁邊有那個鹽焗雞醬 建議搭配一起食用會更好吃 天池蛋 有去果然味的人應該就不陌生 跟魔鬼蛋之親戚啊 轉身過來呢看一下是 和風涼拌沙拉 雙色洋芋 佐辣跟醬 煙燻人肉 青花椰菜沙拉 水杯小米沙拉 果然味應該也可以吃得到囉 那如同之前有人分享 餐台上的白蝦跟透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消失了 但是我覺得有鹽焗雞的話 當主菜師也是挺棒的 我們依序從前面介紹到後面 甜點區 有鳳梨跟紅青馬卡王兩種口味 蜂蜜蛋糕 冰花生乳捲 奶油菠斯頓派 70%巧克力蛋糕 經典起司乳酪蛋糕 還有70%的蒸巧克力 下面則是綜合水果區 有四種的水果 往前看呢綜合起司區 六款起司啦 各位自己看就不多做介紹啦 冰心軟化被拿光的 現在只剩下可送 黑鹽可可豆麵包 還有魚吃玫瑰麵包 想吃天堂是不是可以吃得到 所以你只要花一點點鹹 這邊也是可以啦 重新改版的朵頤餐廳 台上也有一些熟食料理 大概六到七碗 現在看到的是松露蒸飯 超人機 魚烤起司醬充廳飯 感覺這道是素菜喔 煮烤迅菇果 巴薩米克素 黑松露炸薯條 香蘿蝸捲跟香酥玉米球 旁邊有沾醬 也可以做搭配 蘿蝸包還是要搭配 蒜蓉醬最對味 季節食術還有個人非常推薦的 烤洋雞 吃多 皮碎 鮮嫩 尤其是它剛炸起來的時候 超好吃喔 另外呢 這邊有豬皮玉米濃湯 平時大概會烤十二份吧 就是一直會出來 你有看到就直接拿齁 試取啦 之前在鎖魚味上的醬菇濃湯呢 現在改成可以讓你喝到飽 我覺得可以再上口一見 另外的湯品是煮豬牛肉清湯喔 煮的前面剛剛介紹幾碗甜點啊 這邊飲料區有 素科奶茶檸檬汁新鮮西瓜汁還有 烏梅汁 三款的蛋糕跟手工餅乾 南西法式巧克力蛋糕 可可果香酒棒蛋糕 還有紅茶芝麻蛋糕 法式水果軟湯 烏克杏仁酥餅 檸檬蔓月梅酥餅 還有皇家國爵茶酥餅 另外呢有三款的茶包 一小時現場也喝得到啦 阿里山的烏龍茶 德式舒服茶 冰芬莓果茶以及咖哩 天啊今天居然做到八成滿了啊 蔬菜沙拉區呢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了 有各式的蔬菜泡 還有煎酥 配置有搭配 醬汁呢提供有四款 海薩千島和風 還有義大利的住店 三款的堅果葡萄乾 蔓月梅乾 還有豆腐的堅果仁 以上呢我們在佐伊餐廳改版後的菜色 今天是禮拜一的中路 對 最後一句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啦 看一下這牛小排 份量其實非常的大喔 煎到非常切啊 切啊切啊 好吃 最好吃就是這谷邊的 非常有咬勁喔 謝謝今天同行的友人 你覺得這個呢 七分熟的牛小排吃起來怎麼樣呢 很好吃 會不會太老了 不會 表面焦香 裡面很嫩 要給中路醬 謝謝我們的好朋友啦 這是我的羊排 餐台上各位看到有這個酥皮濃湯 他會一直供應啦 所以如果有看到可以先拿 今天這個喔 酥皮超酥的喔 沒意外應該是 玉米濃湯吧 對是玉米濃湯 我覺得湯熱熱的還不錯 這個呢 之前佐伊剛開幕 每人只有限定一碗的凝菇濃湯 你在果然會也可以喝得到啦 現在調整 可以無限暢喝 在餐台上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 迅菇濃湯的溫度 喝起來就溫溫的 有一點可惜了 但我覺得這也是兩難啦 因為他溫度太高的話 水分蒸發 又有人覺得可能他太鹹 所以呢 如何找到兩全西美的方法 我覺得餐廳可以再好好思考一下 蘿蔔糕齁 這剛剛煎出來的 感覺是還蠻恰恰的 還行呢 隱約是到蘿蔔絲 整體的鹽巴不錯 跟大家介紹一下 羊排部分 它有特製的山醬 它上面有塞黃芥末 我覺得更會吃七分熟的 因為我放了一下子 這個羊肉啊 非常的有咬勁 不起來是沒有羊燒味的 所以口感還不差 我覺得可以啦 那如果你想要吃比較深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選五分熟 但我覺得七分熟都差不多了 還不錯 這個土邊肉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啃了 聽說這兩個也是招牌的 黑松露燉飯 即烤起司通心粉 冰淇淋等一下跟大家做介紹 芋頭包吧 外面有點像銀絲捲的口感有沒有 裡面抱一哩 我覺得還行 松露燉飯 這邊我是有聞到淡淡的松露香氣 但口感怎麼樣 我們試一下看 如果你預算沒那麼多 我建議你選擇六九八加十趴的價位 松露燉飯有沒有 你就可以吃到飽 也是非常有飽足感 我覺得它的松露燉飯啊 米心煮到粒粒分明 還蠻入味的啦 米飯有犀利松露的味道 整個還蠻好吃的 義大利焗烤通心粉 這通心粉我覺得也不錯 我同行的有人都覺得好吃 那個起司之農啊 我告訴你 哇 又不會到膩口有沒有 韓西小吃薯 點了六九八的價位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還有蛋糕甜點 可以吃到飽 我覺得六百多 這價位在西方地區來講 算可以啦 當然你要跟想吃天堂比 這沒辦法比較 因為形態不一樣 我覺得齁 你想要約會啦 洽工啊 來這邊齁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選擇 等一下還有馬卡龍 我們先去拿 因為我怕等一下被人家拿光了 好啦 哇 這義大利麵通心粉 推薦必吃喔 還有這個松露燉飯 哇 不會是這邊的超人氣料理啊 在餐台上自取喔 不要客氣啦 想吃多少吃這碗都自己拿 好濃的松露味啊 我把菜再弄倒啊 這邊有二十四農做的冰淇淋 你不用到喔 想想 再躲移就可以吃得到 他大概有提供六種的口味啦 草莓太飛奶藏巧克力 香草跟白香火 我們就不開給大家看 現在去拿我的馬卡龍 因為我發現他人太多 沒有辦法拿到 哇 這是紅星巴勒 先拿個四顆好了 鳳梨啦 七十八巧克力 冰心染髮還有嗎 有啊 櫻花生乳捲啊 來來來來來 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胃口不大的人 千萬不要點 12盎司的帶苦牛小排 我的朋友說 他吃完12盎司的牛小排 份量非常的大 他現在胃已經沒有空間 吃其他的東西了 可見得啊 份量十足 謝謝你 跟大家介紹一下菜單 這邊的價位 是從六九八七九八到八九八 那麼之前一千多的價位 已經看不到了 你可以選擇六九八的價位 他有三個主菜 一個是味噌 焦糖 豬肋排 焗烤 檸檬 鹽血 以及法式鴨腿 七九八的價位呢 有炭烤的 一盤牛排 熱鹽牛排 奶油香 蒜蝦佐 煎干貝 那八九八 我們今天就有給人 Joyce的 帶苦牛小排 還有慢熟法式羊排 六盎司 焗烤龍蝦呢 那要三天前預定 然後官網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現場 可不可以點得到 以上都需要再加一成的服務費 我是覺得 以新中地區的消費來講 躲於這樣的一個用餐環境 其實它可以保留 先前比較高價位 比如說火龍蝦料理 諸如此類的 讓這邊的饕客 可以多一次選擇 用不同價位 能夠吸引更多族群來這邊消費 你看今天禮拜一的平日來 就已經接近八成滿狀態 今天您來的時候 要記得 先訂位 馬卡龍 這個八了啦 聽說以前想吃天堂 可以吃得到馬卡龍 現在已經沒有 你想吃的就只能來 新莊所依 啊這個是什麼櫻花 瑞士捲蛋糕吧 名字我忘記了啦 好了飯後來一點灘包 冰心維也納灘包 建議大家要走烤過 比較好吃喔 滿滿的cream 有一點類冰火 鍋螺油的感覺 不過它上面沒有豬皮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這個是奶雞玫瑰麵包 我這邊已經聞到玫瑰的香氣了 建議是麵包的炒香 你要走兩次 會比較好吃啦 炒一次的那個溫度 烤不出來 麵包的口感 裡面有滿滿的堅果 還有淡淡的玫瑰的芬芳味道 麵包還蠻鬆軟的啦 我覺得還不錯 70%的黑巧克力 太滿足了 還有啊 在飲料區有這個水果軟糖 推薦大家必吃 感覺這個法式軟糖 果汁成分含量果膏 天啊 哇 酸甜 改胃 真的夠酸 各位喔 吃飽喝足 來兩顆百香果法式軟糖 微香解膩 吃下去之後 百香果的味道在口中蔓延開來 真的是好吃啊 旁邊都是杏仁的手工餅乾 這部都要大家介紹 法式軟糖 推薦必吃喔 哇 好酸喔 好啦各位我剛剛要去拿冰淨軟飯 各位這冰淨軟飯 一定要走烤兩次到三次啦 這個麵包 熱熱的 比較好吃 這個 通心粉一袋裡面還有蔥鹿飯 我又去拿了一次 攤嘴攤嘴啦 還有糖羊炸雞啊 你知道現在去鹹酥雞攤 買炸雞也是鬼的齁 糖羊炸雞是可以無限吃的 不過這個放了一下子啦 這個肉質 超juicy的 這樣不要錯過了 哈囉 我們最後來一下 獎民集團的二次農作冰淨 我們今天吃的是 草莓雪酪百香果 還有大甲芋頭 今天朵宜餐廳的介紹就到這邊喔 全台灣最新的吃到飽 都會在這個社團 還有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哦 有時候